就算美麗島事件爆發時 面臨軍事法庭審判 施明德臉上始終掛著招牌淺淺微笑 法庭上從容應對 手插褲帶的潇洒模樣 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兩年被列為頭號政治通緝犯 戲劇性逃亡期間 施明德也曾進行手術易容 回顧他的政治路 三次以政治犯身份入獄 兩次被判處無期徒刑 累計坐牢時間將近二十六年 施明德曾兩度參選總統 縱觀一聲都在和威權較勁 也曾和時任新黨立委趙少康 促成大和解咖啡 施明德的浪漫革命家思想 同樣也反映在感情路上 那種氣質 那種情懷 所以不是先花美酒 施明德經歷了兩段婚姻 和初戀陳立豬 生下兩名女兒 一九七八年 和愛玲達結婚 更在美麗島事件 成為他的革命伴侶 之後離婚才和現任妻子 陳家軍在一九九六年結婚 施明德和作家李昂 也有過一段情史 李昂曾誤以為陳文倩 是他的新女友 遺棄之下寫書 暗奉陳文倩 甚至在爭吵時 多次出動陳菊到現場 擔任何事勞 他究竟我那麼多 都不覺得自己是大女人主義嗎 我甚至可以講一些笑笑 過去啦 我一直沒有被女人打過 我沒有打過女人 但是我被女人打過 他甚至是打過我的女人之一 施明德在政治方面 堅持自由民主 為理想奮鬥 對於感情 則採取不主動 不拒絕不負責的散佈民言 政界非典型人物施明德 一生都和當權者較勁 浪漫革命家的精神 也將用存大家心中 三一新聞 觀光宣 王沛華 台北採訪報導